我很負責任的告訴你們 免他自己燒機油 他就是自商費 這拿2DQ5 1000公里燒一身機油 他上海了 他為什麼放在上海這麼多便宜的 免他自己燒機油他不做 大老遠跑過來找我大修 燒機油是一個物理問題 物理問題只有什麼物理手段來解決 你非要用化學手段 用魔法來打單位 這可能嗎 2016年的車子 跟我那個年份差不多 10秒公里數 電腦診斷 故障碼都是沒有的 就是燒機油 油味強調雞肉油 有一點雞油 有一點雞油 下錢包 三代一八八八啊 我們爭取最快的時間給他搞定 這邊是我們小胡 這邊是毛撞丁 來同志們看一下三代一八八八啊 兩個微技能 兩個盤的就是三代 一個盤的就是二代啊 三就是三二就是二 沒有什麼二代半 不要說這種傻話 這個汽油味聞著還是有點重的哦 這汽油味 下 做中的三代一八八八啊 燒機油還是發生去內部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是沒有用的 我全這個上水管漏水啊 加防燈液的好處就是能看到紅色的印子啊 你加水的話就看不出來了 這個發動機裡面怎麼這麼髒啊 用了什麼機油啊 這個水棒啊二三年他換過的 也確實有點漏了 看到沒有 像這些地方都是棒體本身露出來的 該換還得換 漏水這個漏水是明擺著的事情啊 然後你看一下他有沒有改進過 對吧 沒改進過 或者說是改進的不徹底這個批次 他都 啊那這一款車呢 機油棒就不用換了啊 用這個黑支架的機油棒就不用換了 那麼這個精美服我們來鑑定一下啊 我們先看外觀 外觀好不一定是真的好 但外觀不好那肯定是不好對不對 你看啊 這個環口 是不是很不規則 這種地方脫模都沒脫乾淨 看到沒有 原廠的精美服 純的精美服 這個是非常光滑 做工非常OK的 然後呢我們剛才把這個蓋子 先掉聞了一下裡面的味道 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真正的精美服呢 是一股芬芳一股清香 這個是PAO特有的味道 所以說啊以後你們看機油這麼真 不光要看這個包裝 還要聞它的味道 如果你這個假機油味道也能夠做的跟真機油一樣 那你不用去講話了 你開中立派 對不對 直接可以搞一個自己的品牌了 是不是 你說這個精美服能這樣子嗎 我是不信啊 然後呢你們看一下啊 混合噴射的他是不是就沒有激炭了 他還是激炭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如果用燃油添加劑他也沒用 必須要定期核桃招網雷 你看這發動機變速箱的結合 洞裡面還有這麼個東西 什麼玩意 用不掉的螺絲啊 一邊用錘子 一邊把它弄出來 這螺絲就不用了 我這裡有 換掉啊 因為以後壞了可能 留著還給車主備用 以後萬一上面那個壞了 這個可以移過去 來開蓋 別錯了東西拿走 對 好翻過來看一下 給你完美的鋼鐵 完美的鋼鐵是吧 打手那個紅色夾子夾一下啊 這發動機裡面啊 張得不像畫呀 哎打著呢 翻過來看一下有沒有腐蝕 我放對面 有沒有腐蝕 那也不大好 你看都爛掉的地方 到時候還得打硬頭焦 你看這個機碳 哈哈 哎呀 沃倫的話看吧 裡面髒不髒 這變速箱油也不對啊 怎麼說紅面色的呢 我記得蠶服白天的油是綠色的呢 看看 這裡面很髒嗎 哎呀毛毛雨了 比起那些油脂很厚的這個算好的了 特寫 有啥好特寫的不就是髒嗎 你想說髒就直說對不對 來轉過來 好 先看有沒有對口 沒有對口 但是拉掉了是吧 哪有天下家用的啊 兄弟啊大哥 不是都沒有了 用力 加油加油小伙子 同語的那種同法 啊 拉了也拉下了是吧 也不行 有沒有對口啊 對口的沒有對面 你看這個早期的三代夜 不把他這個火燦法是沒改進的啊 還是這種呢 我沒有給他改進了 來好 看有沒有對口更嚴重 我操這個更嚴重是吧 火燦法有沒有對口看 差點 這個不算 這氣環對口有了 來第四個 好出來了 來個對口的呀兄弟們 不然的話我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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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對口啊 那時候火燦法咬死了 火燦法咬死了 毒死了 你說這麼大的搖晃量 你換氣沒有用 我有什麼用啊 這個氣氛打管廢了嗎 這個鏡器看到沒有這麼大的搖晃量 他測量有沒有測量了嗎 肉眼都看出來對不對 那氣門鏡牌都是-64的 所以氣門導管有小孔的 來拿走 拿去清洗啊 你要敲著走 我來拍一下啊 想給他省點錢算了 省不了哎 爛掉了 腐子掉了 走套也得換啊 這個走套 你聞一下味道 味道很重啊 味道很重啊 這裏面有機油流向來哦 拆掉看一下這個烏輪機好不好 那個那個那個葉片能上看一下有沒有油 好的話就不要換了不好就換了 你看看看看看 有油是還好其實我這也沒多少油 還好還好哈 沒有就不要換了吃那錢吧 拆開看了一下我沒毛病裝回去了 安全期間你也得拆開看一下對不對 我們要對客戶負責是不是 自由噴嘴30牛迷 使用在塗層的原廠大瓦 三大八八八的早期的是不在塗層了 後期的改進了 那我們給他按改進的呢 一般修理廠呢 指揮片看到這點磨損肯定是不換了 但是我這裡必須要換 使用這個原廠的指揮片啊 絕對是原裝的 頭尾兩道的大瓦螺絲換新的啊 那為什麼頭尾要換呢 因為中間三道側天都是有輔助螺絲的 頭尾兩道是沒有的 所以要斷就斷頭尾 六十牛米加九十度 來吧 那怎麼知道我打了九十度呢 我們都是用直角尺劃過線的 看到沒有 標線對啊那肯定是不會錯的 是不是 三代一八八八是小火山 八十二點四二零的 二代是四五五或者是四六五的 火山是小日子里延的 改進吧火山火山環是等離子噴出的氣環 配淡化處理的波浪油環萬無一絲 來吧走你 毛哥凡事都用手毛掃真幸福啊 我說的是按摩手法啊不要想彎 來哎呀毛哥還是用手啊 簡單出貨直接 三十牛米加九十度 因為這個小瓦螺絲啊是二次利用的啊 我在中間兩個圓都打了啊 防油板汽油笨 火油管完美 防油螺絲給他換啊 這螺絲太山寨了 給他換個原廠螺絲 有為團感激給他換一個新的啊 就是已經漏了 不是咱們膠色引力 確實是壞了 你必須得換 完美 來 安裝平衡軸 這邊半根啊 這根是換新的 但這個套呢有缺口缺口槽有底核啊 全新水泵皮帶再占三十萬公里 明顯就要扁了啊 趁現在位置大 很新的好換一點 反正又花不了幾個錢 車主也很樂意換 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貓頭鷹的啊 就是原廠配套的 發動機上去了啊 很多車友問 為什麼這個發動機不是整個沉下來的 市區的重置發動機 這樣一段一段搬出來比較方便 橫置的發動機整個往下沉比較方便 只不過是取決於施工方不方便 不管這百分之百要換啊 因為在車上卡的緊緊的 撬起來肯定都壞了 上傳 請出咱們的原廠改進板水泵啊 這個水泵的改進板型號 這帶E看到沒有 ABCDE的E 帶E的是最新改進板 那他改進在哪呢 改進在這個插頭啊 不容易被水積穿 有些車防冬液從這個插頭這邊積穿 你的限速往電腦板走 這就是缺陷了 從帶D的開始就改進了 現在帶E的呢是更加改進 機油散熱器呢 咱們給他換一個新的 而且改進了啊 原孔的這種是改進的 長條形孔的那個是老型號 為什麼要換呢 之前那個被腐蝕掉了 上面有一圈腐蝕痕痕跡 我怕他漏水 所以還要給他換一個新的 這要上去了啊 我們現在也在找有沒有 國產的特別好的渦輪增壓機型 最好是鍛造葉片 滾針軸層 滾珠軸層 比原車的馬力更大更失緩 原廠氣缸電 那個車呢 咱們就不給他打硬頭膠了啊 如果缸面是完整的沒變形 就沒有必要打膠 昆哥正在安裝器門以後啊 把這個綠顏色的是進口 艾爾零的氣味幽風 樓上用完了吧 對 趕緊再去買 進行的彈簧呢 容易斷 所以我們給他換成進口的 其實就是A6L2.4 原來在用的進口彈簧 不是我們奢侈啊 這個車繼續會斷 不信你去各大平台上收一下 斷的都是進行的彈簧 進行的全是新的啊 都換掉了 那邊這個托倫多位置 傳給給他換新的啊 因為容易壞 而且不好猜 上面那個呢用舊的 換鋁合金三通 這輩子都奔漏了 對不對繼續 坤哥你螺絲也不牽引一下啊 不需要 故意自信啊 哈哈 輕鬆咔嚓來一下呢 叫你螺絲牽引一下吧 你不聽 咋不自信了呢 還打兩遍 60牛米加90度啊 原廠規定是40牛米兩個90度 讓這個螺絲二次利用的 60牛米90度絕對沒問題啊 幾百台的經驗 這種機油阻伐呢 他不在那個指揮閥的 壓力保不住 所以冷車啟動時會打打打響 直接扔了吧 換成這種帶指揮閥的啊 這樣的話 早上冷車啟動 前一天給你保住壓力 第二天早上起來 這樣爽快 坤哥 打膠少王子 牛逼 完美 人工打膠機器 OK 坤哥你的導箱都不需要導了 不需要 哎呀我去 這個渦輪水管的塑料接頭很容易斷啊 真的容易漏水 給他換鋁合金的 這輩子都不會漏了 來徒手推入啊 可以的 不用拔出來可以的 換上小日子的胡椒圈 橡膠還是小日子的好 什麼鋼本啊 杜蕾絲啊 對不對 三位四中華 跟哥多少牛米啊 三十二十七 不過三十沒事 電子版的不用換了啊 把密封圈換了就OK了 哎呀 忘記拍鏈條了 那坤哥你下手太快了 那蓋子給我抓上去了 哇 緊過來都滑過線了 上面那個蓋子上擦兩下 讓他們聽 鋁合金的啊 他特地換了一個 兩個原廠磁鐵 這款車呢 這個鍵盤很容易換 換了以後就會爆正式的故障 這兩個鍵盤磁鐵好像五代八八改過了吧 應該坤哥上蓋子 凍隊的老準了 這個電子閥的這個電子閥是屬於故障的重災區啊 換了以後會量發動機故障燈趁機給他換掉 熱烈的高油棒啊 為什麼要換高油棒呢 他漏油了 那這個高油棒呢 本來想給他省點錢 換個修理包 但是很遺憾 單帶的修理包現在不成熟 所以我沒敢給他換修理包 上去吧 全新的高油棒啊 機油用好一點 再開個十五萬二十萬公里 肯定沒問題 原車火花塞呢 燒也燒差不多了啊 也是NGK的 我們用的是原廠火花塞 它其實也是NGK的 火花塞呢 沒有必要去搞什麼什麼雙衣精 太合金是吧 太合金狗眼的啥玩意兒 原廠的就最穩定了 這個就是原廠火花塞啊 也是NGK代工的VW大眾 坤哥火花塞多少牛米 三十 不是三百萬的昨天說 今天三十 噢耶 這個經濟習慣比二代的好上多了啊 三個機油感應帶啊 高壓低壓 鋼體上控制機油閥門的 買了一個加強的機油蓋 不要激動坤哥 買了一個加強的機油蓋 鋼皮封圈啊 這樣就不會往外漏油了 算了 對 換過這個圈以後 蓋起來會比較緊 鋁螺絲 小心點這個鋁螺絲別緊斷了 這個是控制機油噴水的電磁閥 也是屬於這款車的故障重災區 機油壓力感應三上升下難啊 你不怕這個感應三不一定會出問題 但是一定感覺會積穿 我這裡上次修了個車 車主說不換 開了半個月 傳感器積穿了機油壓力報警 後來我給他寄了個傳感器過去 這個車上海過來的 你們總不想去上海擦屁股啊 發動機總裝完畢 我這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啊 什麼方法就沒有定啊 早知道剛才上剛蓋的時候給他上去 那現在上去吧 這款車啊 水龍船還就叫給他換掉 拆過以後很容易失准 好你 上前衛框架 好我先剛套回去了啊 下個車了 戶A上海過來的 我這裡上海車主很多啊 有些人啊 就注意機油好不好 他從來不管房東也好不好 你不知道水道裡面有沒有水垢 散熱好不好 跟燒機油都有千絲萬里的關係 所以說房東也跟機油一樣重要 那我們用的是德聯的房東也 就是這個奧迪車出產的時候 御用配套商之一 我們呢天天罵人家8899168198 對不對 我們自己用什麼機油 如果我們自己做的都不好 有什麼資格去送人家呢 那這台車我給他用德聯的 超級全合成 4類加5類基礎油 對標金某福絕對是OK的啊 上吧 正常保養的是5.5升啊 5升是虛標 5.5升是實標上限 大修給他加個6升算了吧 來 起到 肯定很難發 因為高壓棒換過 一把就走啊 牛逼 這種聲音就很舒服了 是不是 任務信義無聲 坤哥 坤哥 評論區有人說我們用的冷煤 不是名牌產品 拿過來看一下 什麼 怎麼樣 奧運會戰術商 亞運會戰術商 你們覺得差嗎 頂起來檢查一下啊 為什麼我的車就沒上機 我也想大修啊 但是我老婆不讓 他說如果沒上機 你亂修 回家叫我會 會那啥玩意兒 動力澎湃 聲浪迷人啊 唯一不足的就是這個 這個腳墊有點卡油門 他晚上實在是太難受了 四車歸來 動力澎湃 聲浪迷人 我很有信心這輛發動機 比原來來的時候更加好更加優秀 回去之後呢 好好保養 使用輔助最多的學校生機油 像原來來的時候 那種掌握委屈就不要用了啊 動力使用 然後電壓機 做到這些之後 你的車家原力上機油 好了 這一期就到這裡 簡直要快速 二十二熊猫 十二十三機油 南北交車 回上來